Hi guys, you're welcome to my channel 今天呢,我是做了一个 第一次做了一个双子星的公仔 就是这一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他们是情侣还是家人吗 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五、四、三、二、一 大家有想到吗 我希望大家没有猜对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我应该是第一个知道的 今天呢,我就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这个,它其实是一家人哦 他们两个是姐弟俩 不是哥哥妹妹哦,是姐弟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说他们是一对 你们知道吗 他们其实,我一直以为 他们两个是个情侣 那我首先我是没有看过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日本动画的 是完全没有看过 但是我不太确定 他是不是跟那个百变响应是同一个时期的呢 我一直觉得好像这个 我好像有见过 但是我没有看过他的内容 不懂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动画的话 方便的话就在下面帮我留言告诉我一下哟 因为我在网上找 好像也找不到他确确的信息 所以拜托啦 那今天呢 这个公仔呢 因为已经跟他还要分享了 其实这个公仔不是我推荐的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嘛 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小伙伴订的这一套公仔 当他到的时候 我就做完了这个壳子 我就立马再订了一个同样的 现在呢 他 大雷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但现在我已经买到家了 他已经在我的书柜里面了 拜真的 哎 好可爱 真的好可爱 他就是粉肉肉 那种肉嘟嘟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很像那种小孩子 他的那种脸上的硬额肥 就特别特别的可爱 很想捏一下那种感觉 就超级超级的粉嫩的 哎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那种可爱的小孩子 会不会想要捏一捏他的脸颊 就是他用肉肉的那种脸颊 不知道是不是 还是说这是我个人的癖好 哎 真的是 但是哎 我的义男品 好可爱啊 啊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公仔的时候 我也是在想说 其实 这个也是可以当做情侣来做的嘛 因为 其实大家也看不出来 那另外一个我特别喜欢他们呢 其实是因为他们的颜色 因为他的颜色是那种比较 呃 就是那种糖果色的那种系列 比较 呃 软萌一点的 就是他的颜色是那种淡色 就不是那种特别鲜艳的颜色 就给人家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就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嗯 这个很可以 我就觉得他真的好可爱 所以我就配了一个跟他们很搭的那个彩虹在上面 因为那个彩虹也是那种糖果色系 所以他不是那种很重的颜色 而且 我后面才发现原来那个彩虹的颜色 其实跟我用脑胶颜色特别特别的接近 因为有时候 不懂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他 当他做完之后 我再去拍照嘛 可能拍照的颜色会比较深一点 因为他干了之后 有些会比较吃颜色 就会比较深一些 那还有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 一定在那个 一定要在那个评论区给我留言 或者说你们在instagram上面 ig上面给我留言都是可以的 不用害羞哦 因为我有收到一些宝宝的那个留言 他们可能是不好意思在我的评论 视频上面留言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大家都可以永远的参加 参加我的讨论区 这样子 因为我每次看到我都会回复大家的 所以我们一起聊天吧 因为我每次的评论区好像都没有人 就感觉 你们是不是 就是播了我的视频 但是没有在看呢 好了 现在就是照片的时间 当然你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颜色会比较淡一点 但这个是正常的 就没有办法决定 因为每一批的奶油胶 它都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奶油胶 可能它干完之后 没有那么深的颜色 所以这真的是取决于那个胶 所以我也没有 这种东西 我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啦 那因为现在疫情的情况 所以很多公仔都在路上 我现在都做不到 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谢谢观看哦